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的事件是在保罗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之后多久才发生的 那么安提阿是在耶路撒冷北边约300英里处 这个事件的年份多少得看保罗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的时间而定 虽然很难得知精确的年代顺序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彼得拜访了北方的安提阿 保罗以彼得的希腊文名字基法来称呼彼得 那是在九节和十四节 是因为彼得此时的行为 如同他信主之前本性会行的座位吗 十二节提到随后有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来和彼得会合 这些人未到之前彼得已在安提阿待了一段时间 足以让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二章十二节 但是后来事情却出了大差错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 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为外邦人做使徒的和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两人 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冲突 其中一方指控对方明目张胆的为善造作 想想看 当时大家正在吃饭 保罗走到彼得身旁 两人面对面站着 话语严肃 声调高昂的便说 整场鸭雀无声 无人继续进食 空气中或许仍飘着烹调肉的这个香味 彼得是不赞同吃这类的食物 还是只是反对吃这些食物的人呢 不只是彼得得罪了人 巴拿巴也屈服于这股压力 而拒绝和外邦信徒同桌吃饭 保罗的同伴和左右手 竟然公然地向另外一边靠拢 我们已经不能说 这个问题是安提阿对上耶路撒冷 或是革新教会对上传统教会 现在是保罗一人对上全世界了 Contra Mundum 保罗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了 保罗立刻回应 指控彼得和巴拿巴两人行得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二章十四节 他们不止有违餐桌礼仪 也损害了福音 彼得和巴拿巴的行径 表明他们认为 安提阿的外邦基督徒 就某方面而言 是不完全的 不是真正的弟兄 最后保罗会谈到基督徒是靠圣灵行事 五章二十五节 他会提到基督徒是靠圣灵行事的人 也就是清楚地指出 彼得和巴拿巴行了非基督徒的行为 跟圣灵的心意完全不合 我们只能一测这三个人心里的想法 但是呢 对保罗而言 此刻的争议是不容忽视的神学原则 甚至不能够私下处理 这原则到底是什么呢 彼得刚到安提阿时 显然做了一件 他在耶路撒冷也许绝不会做的事 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 犹太人认为在礼仪上 外邦人是不洁净的 因此他们绝不可能和外邦人同桌吃饭 因为这会带来礼仪上 无可言喻的污秽和严重的后果 然而彼得不久之前 已经在约帕这个靠海的城镇 领受到重要的异象 神向他显现 有一物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系着四脚垂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意象中有声音告诉彼得 起来宰了吃 意思是要他把这些从前视为不洁的动物 当作食物来吃 神的律法摩西五经 过去宣告这些动物是不洁的 试图行传十章十一到十三节 这个意象之所以有急迫性 是因为彼得即将受邀 拜访一位名叫哥尼流的外邦罗马百夫长 哥尼流的军队就驻扎在罗马所占领的凯撒利亚的军团总部 凯撒利亚大概在约帕北方三十英里处 彼得到凯撒利亚之后不但会和哥尼流交谈 也会当他的座上宾和他同桌吃饭 试图行传十一章三节 就像哥尼流的手下在约帕和彼得一起吃饭一样 试图行传十章二十三节 正因为彼得在凯撒利亚和外邦人同桌吃饭 他得面对耶路撒冷人的愤怒 试图行传十一章二到三节这么样的提到 那些奉哥里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哥里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试图行传十一章二到三节 也许彼得那次遭受指责的伤痛犹在 不想再次经历这样的指责 但是显然那时的彼得 在面对这样同样一体的立场上 是非常坚定的 您刚听到的内容 是牧者Derek Thomas 汤马斯的著作 Let's study Galatians 字字诸基 细读加拉太书 愿神的灵开启我们的眼睛 赐我们属天的智慧 让我们谦卑地来学习神话语背后的生意 并付诸实践